小飛合阿童木就在銅鑼灣王室堡舉行60周年展覽 其實一出地鐵的時候就看到蒙面超人做宣傳 蒙面超人就50周年 現在阿童木就60周年 即是現在不認路都不行了 阿童木最有趣的設定就是他胸口都要入電 即是去到打BigBoss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沒有電,又要換電心 其實小飛合阿童木的取材字 他的名字是Adam 直譯做阿童木 其實是源於1952年至1968年 少年漫畫雜誌連載的小飛合阿童木故事 一套科幻漫畫作品 出自日本一代漫畫宗師手中自從的 首部長篇連載作品 好可惜他之後的CG大電影就票房仆值 但其實他本身的故事 我記得小朋友看的時候都喜歡看的 可能現在的角度看就會有些outdata 他最主要是說 當時有個天馬博士死了個兒子 喪子之痛之後 迫死他製造阿童木 將他當兒子一樣看待 但始終機械人不是真正的人類 所以他就拋棄了他 阿童木被御茶水博士所領養 還有禦茶水博士也做了阿童木妹妹 妹妹叫做Uranium 油的意思 現在詳細看才知道原來是這個意思 阿童木當年看都很厲害 會飛 腳有火箭 會飛 可以懂多國語言 可以分辨善惡 即是自我覺醒 其實是一個完美的AI 有超於常人的聽力 隻眼力探射燈 手臂可以變大炮 電視版之後 指頭可以發射雷射等等 有時會變得千篇一律 但小朋友看的時候就會很開心 很刺激 還有小朋友阿童木 他也是有歷史意義的 始終是二戰的時候 日本是唯一一個國家 是受原子彈的攻擊 當然如果不是原子彈 他也不會停止 繼續侵略 不過當中的恩怨情仇 就不在這裡討論 因為阿童木 跟日本推動原子能發電 拉上一定的關係 因為Atom就是原子 用一個漫畫正面的形象 希望向日本人帶出 其實原子能也可以很和平 希望可以帶領日本人 離開二戰被原子彈攻擊的陰影 這是首寵志蟲的名作品 南寶石王子 掛伊秦博士 你不要小看這些燙膠 現在很貴的 以前小朋友在買的時候 就很便宜 但現在回覆黑 很貴 這一座塔 也很貴 一說到玩具 還是回覆黑玩具的時候 就是貴 三萬小子 也是有名的 藍寶石王子 這些有很多小型的 相對價錢便宜很多 但你少數拍場計 這樣買的時候 就說不得了不得了 那就是那些奸角 哇 以前的初代漫畫 真的是真創 來的 即是你要找都很難找得回 那又跟足球隊 crossover 各國足球隊 有不同的造型 那就是 封劍遊人 那這牆牆都漂亮的 那這牆牆都漂亮的 有其他不同的名字 那日本的名字就是 鐵碑阿童木 有另一個名字就是 原子小金剛 那香港叫做小飛俠阿童木 那就是有不同的figures 所以我覺得這個展覽 都值得看的 那其實它是 灣仔玩具街紅兄 主力協辦 那你想去看這些阿童木的產品 你也可以去灣仔的 那同一時間呢 即是黃室寶 當然是順便來到三樓 那有幾個check point 有微影 那便做起了 雖然比例不是非常一致 不過不要緊要 那旁邊這個mark toys 它有很多 1比1 電影道具 電影背景 戲服 哇 玩具的改件 1比6 都有的 那這個1比1 半身像 也要絕扮 還要直發 不過香港幾個人 可以放得到 不知道 又有Briggs House 我們主力去買LEGO 我看它也很多年了 但是我買LEGO 多數會去旺角 遊華地 現時點 這裏還有個五月玩具 五月玩具 不斷開分店 這裏還有toys for us 就會上去做toys for us 然後呢 就去買lock on hot toys 就是一个完美的圆圈 走完这款玩具了 其实还有一个铜鸵湾中心 但因为铜鸵湾中心没落了 这里不再提了 铜鸵湾中心就在王室堡后面的街 以前有很多漫画、玩具铺 但现在都变成功人者,已经进驻了 我们的颗小铜鸵湾中心 就有整个铜鸵湾中心 这词用具银河中心 一直在嘹今儿分ö 看一看 你看见那没有 这个银河中心 只知道银河中心 就像这个银河中心 只有银河中心 有什么摸鸵 太好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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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